最近天气变冷 台东一名阳姓妇人 在下午的时候到太平溪河亭上凉亭休息 不小心睡着了 而且全身发抖 路过民众担心这个妇人会有失温的危险 赶快打电话报警 警方到场赶快检查 妇人的身体状况 索性没有失温现象 也赶快把妇人送回家 结束了一场虚惊 现在摩托出你的吗 原警努力地与妇人进行对话 确认妇人的意识清楚 并了解有无失温的状态 日前台东一名50多岁的杨姓妇人 在下午时分到太平溪河堤上的凉亭休息 一不小心就睡着了 由于近日天气转冷 妇人在寒风的吹拂之下 全身不断的发抖 被路过的民众发现之后 担心妇人因此失温 打电话向警方求援 本所原警日前半夜11点多 获报在台东市太平溪河堤上的凉亭 有一名妇人在椅子上的设设发抖 原警到场发现原来甘名妇人 下午一个人到河堤上的凉亭休息 拱着脚不小心在椅子上睡着了 不知不觉已逝半夜 妇人向原警表示她体力不支 无法行走 原警健壮二话不说便扶她下河堤 抱上警车不送回家 妇人到家休息后就可以正常行走 在确认妇人没有失温的危险后 由原警将她送回家中 也结束一场虚惊 警方也特别呼吁民众 注意保暖 避免因季节转换而发生意外 记得潘俊伟还都试报导